警方說社會事件令青少年的手法意識下降 有擔心學校長期停課 會令年輕人容易最終犯罪 屯門警區在去年全年錄得2,887宗罪案 較前一年少65宗 而去年下半年較前年同期 罪案數字則上升9.4% 屯門警區認為 自去年年中的社會事件 令青少年的手法意識下降 去年被捕的10至20歲青少年共291人 較前年的241人常升兩成 其中85人涉及非法集會 而刑事毀壞藏有攻擊性武器都錄得升幅 警方又擔心停課令青少年容易犯罪 亦都是因為最近疫情的影響 很多學生不需要上學 他們就會不出街 亦都會大家聚在一起 當他們聚在一起 有時他們會夠膽去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亦都可能受到一些非法分子 即是不法分子的影響 他們會引誘他們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而根據屯門警區數字 今年頭兩個月被捕的青少年有96人 少於去年同期的130人 過往警方宣傳滅罪信息會由 低屬民政事務總署的撲滅罪行委員會協助 但新一屆區議會和警方關係緊張 這屆區議會未能連任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 李鴻森擔心撥款受影響 他又說網絡欺凌和起底的情況嚴重 委員會在推廣活動時需要考慮工作人員的安全 無線電視記者 鮑文山報導